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弟弟毛峰 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亲眼看见她 不是 你会不会看错呀 我潘凤凰这么大个人 连人都认不出来 那我不白活了 那这两人在大马路上 那抱着就肯了 行了 我都不惜地说 那你看见那女的是谁了吗 那女的我不认识 逗逗 我今儿来 我就要你一句公道话 这毛峰没结婚啥样子 我们都知道 这结了婚了 是不是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得守守规矩了 这毛峰要真不想过 那她跟美丽趁早散伙 我现在就带美丽走 我也不图你们家傻 不是 美丽知道吗 美丽还不知道 凤凰 求你个事 这事 这事你先别跟你爸妈说 也别跟我爸妈说 更别跟美丽说 要是他们都知道了 我怕毛峰这个性格 反而是什么都不顾 什么都不管了 还是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我去劝劝她行吗 我能那傻吗 我能跟我爹我娘说吗 这事就我更万发指的 但是逗逗 我不找毛峰 我就找你 你是毛峰她姐 可你跟我一样也是女人 你说 这美丽要是你亲妹子 你咋办 再说了 我们家在我们村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 她凭啥看不起我们家 没有 没有 现在陈里人找外来 媚得多的是 就她那德行 她看不上美丽 咱美丽还看不上她呢 行了 逗逗 我今儿来找你 我就要你一句话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我去办 毛峰 不是我说你啊 摊上美丽这样的媳妇 真的是你修来的父亲 你看你媳妇 天天给我们送吃的 这两天你看我吃的 肚子都冤了 你刚刚吃了几根 两根 两根啊 两根是把你唬成这样了 没出息 什么 这跟出去没 没出去没关系啊 是吧 我说的是 你要娶媳妇吧 你就得娶个实惠的 是吧 她 她会伺候你 将来你老了 你这辈子你就享受了 我跟你说 她说你有出息 你出息给我看看 我拿你当哥们儿啊 我跟你说心里话 你之前出过那些女朋友 我夸过谁呀 美丽是真好 一心一意地跟着你 就是一个先亲两母 你说呢 好吃的 好吃 那龙锦呢 问你 给点意见 那我就说三条 龙锦嘛 是吧 第一 第一 太风尘了 这女人要易有风尘感吧 那就坏了 这就证明 谁都能上了 走 简而言之 不是 就是小钟巴 事实啊 你会说话 第二啊 这人心思细异 成天琢磨人 多可怕呀 身不可测呀 后背都张眼睛 是不是啊 第三 目的性不太强 我跟你说 我的经验啊 目的性强的人 肯定不是上油的灯 你看 他 他得有目的吧 他得有那个 功利心吧 小九九吧 他得算吧 他得琢磨人吧 成天我跟你说 你就看着吧 我说的没错 所以我告诉你 一个好的女人 就能让一个男人幸福 像你这样 能让她快乐 能让她有成就感 有那个 不是 没说完呢 别激动 一个坏的女人 就能毁这个男人 所以 说白了啊 要想毁一个男人 怎么办 送她一年 你有经历啊 说得很深刻啊 不是啊 我没已经被人伤过了 我没有 我被谁伤过呀 你怎么没被人伤过呢 我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这边 调子姐 调子姐 姐 怎么了姐 怎么了姐 你给我松手 怎么回事儿姐 犯哥没理事儿啊 你干吗 你犯哥你松手 什么情况你 你干吗你自己清楚 你还是人吗你毛风 你还是人 你还要脸吗你 怎么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自己知道你做什么了你 我不知道她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你个东西亲嘴你不知道 你让人朋友我都看见了 我告诉你 姐 姐 姐 我还跟安静脸助力清短呢 我还跟詹琪艾伯儿清短呢 我还跟詹琪艾伯儿清短呢 你有证据吗 男女这件事要讲证据啊 你是我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 我跟你做我让着你 不是我打不过你 我跟你讲 你做死吧你就 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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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就出社了 您 책禁定了 我 если47人有什么问题 słій子 对不住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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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那个门重 不使就关不上 习惯了 习惯了 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咱们家这门经不住你这么摔 你知道吧 别人不知道 还以为你对我这婆婆 有多大的意见呢 下回一定记住了啊 美丽 行不行啊 下次一定注意 记住 娘 俺给你商一个事呗 说 娘 俺们店里有点忙 你过来帮帮俺呗 什么意思啊 美丽 俺不是让你来受累的 俺是想扩大一下店面 您不是在电影院工作过吗 您有经验啊 俺想请教请教您 是吗 那你真是找对人了 你知道我在电影院里 你干了这么多年的经理 别说你这个小店了 就连大的超市我都敢承包 美丽 我跟你说 嗯 我是觉得你那个小店啊 地方多好啊 在医院里边 可是经营项目太单一了 你知道吧 你想你光卖花多可惜啊 是啊 娘 俺咋没想到呢 娘你就说吧 您让俺干啥 俺就干啥 你真听我的 听 那往后呢 我要是指手画脚的 你不会觉得我这个婆婆管得宽吧 那哪能啊 俺是请娘出山 娘说啥呢 那都是为了俺好 俺一定听 那行 那我就帮帮你 嗯 那说好了 我帮你我就纯义务的 我分文不取 那可不行 娘 这店啊 毛峰是老板 那毛峰的店 不就是娘的店啊 再说了 娘付出劳动了 就得给您钱 俺都想好了 一个月给娘 至少两千块钱 就这么定了 娘 这个孩子 不行 你这个孩子太逗了 真是 真没这 你别碰我 有话说话 你碰我干嘛呀 我错了 你本来就错了 对不起 你对不起我什么用 你跟梅丽对不起去 我不好 行不行 肖肖气 生气的样子不好看 你开心一点好吗 我错了 我能开心吗 你说你办那点事能让人开心吗 你替梅丽想想好不好 什么仁安的事 整个一家庭粉碎机 你跟她好干嘛呀 你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是不是 姐 你是不是跟梅丽有仇吗 我就是跟她有仇 她破坏你家庭幸福 我就跟她有仇 我瞎点事 什么口味 我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我们女人讨厌的女人 你们男人都那么稀罕呀 好 她到底哪好 我 我跟你跟你讲 好吧 咱俩交交心好不好 我跟你说说心里话 行不行 你说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想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了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 她先跟我提出来的分手 所以我我心理上就是 可能不太甘心 所以才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征服她 你征服她干嘛呀 请我说完 可是你知道她有的时候 我确实挺挺风骚的 然后又很懂男人 然后就戳我的软肋 我能找到我的弱点 所以我 我就特不耐我 控制不住的时候知道吗 你不能控制不住 你控制不住就成流氓了 知道有天被警察抓走 行行行 行行 什么流氓不流氓 是两码事儿 怎么两码事儿 这女人和女人哪 真的是不一样 美丽呢 她真是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还得 我还得教她 不是 包风 你结婚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结婚前跟我们说 你喜欢美丽就是因为 她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要一个什么动不懂 你现在娶了她了 你又说这种话 你觉得合适吗 你抓住个把柄 好 是 没错 我是结婚前 我觉得她原生态很好很纯 但是呢 但是我们我也没想到 就是说她 确实懂太少 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 做出来的事情 搞得我特别的烦你 不是 毛缝你教她 你听我说完 而且我现在是为了 一棵树才放弃整个森林 我才做这么一场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等会儿你逻辑不对 什么叫为一棵树 放弃一片森林啊 我告诉你这个社会 一人一棵树 一人只有一棵树 你别想要一片森林 凭什么呀 还放弃一片森林呢 这 这什么想法你 我就我有时候真搞不懂 你说我姐姐啊 咱俩有着血缘对吧 有着基因 这都是相同的 怎么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跟我想问题想 哪怕接近 怎么接近你一点呢 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明天我就跟余薇打离婚去 还 还跟你一样呢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事 你怎么老帮着别人说话 不是我帮着别人说话 毛缝 你自己摸摸你一样心 梅梅梅对你好不好 是不是你追她 她跟你是不是大坑 你不能这样对着她 你站在她的立场想想 要是别人这么对我呢 好好好好 好 我跟龙锦断 我现在就跟她断 行了吗 你少问我 满意了吗 什么满不满意 你给我发誓 你看 你看 我就知道你蒙摸的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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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龙锦断 好吗 我发誓 我发誓 真跟她断了 真的 不是毛缝 我真的 我算我求你了 你好好地懂点事 别闹 我不行吗 不再懂事 因为你懂事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经关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拨打的电话中 可以在路灯中 老公回来了 那给你加个菜吧 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你歇着去吧 让娘看有多不好意思 用歇着去吧 这个插花可是我们艺术 早一天啊 我得去报一个班 我得好好学一学 你看你比这画上这个 插得还好的 谁说的 人家那个插得多好 亲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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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来了 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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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这第一天来 这进瞎帮倒忙也不会 怎么 来试茶呀 这不叫试茶 南岸医院的行话来说呀 这叫探视 探视 探视 亲家啊 这是发财术 是演亲家的 你带给她 真好看 是好看 你看你总是送我们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送你们什么 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 亲家母 这话说得多贱外呀 咱们是亲家呀 啥叫亲家 那就是亲上加亲的人家 这个解释好 欣赏家亲的人家好 这样亲家 找一天吧 你带着美丽的妈妈 到我们家来尝尝我的手艺 正好你也喝老毛 你们两个人喝两钟 那好啊 酒水啊俺自带 是俺自家酿的小烧 有五十五度够近 不上头 好好好 酒你自带 亲家母 我听凤凰说 豆豆是不是在找工作呀 是啊 现在这个工作呀 真是太难找了 豆豆 他不是那个杨树叔叔走了吗 他得带那个黑纱 原来他工作的单位 是婚姻介绍所 这就去不了了 我现在是管不了他了 真是着急 哎 亲家母 你跟俺说呀 难来管哪 俺有办法 真的 真的呀 俺不是在医院画铺里边 当个小头头吗 嗯 医院里边认识人多 和各个客室的人都熟 关系老好啊 我去跟那个护长打个招呼 他只要一听说 我是给美丽的大姑姐找工作 没二话的 好好好 那真是太好了亲家 那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你看看 你看看 都自家人的 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能行吗 大嫂啊 你别着急 这事你甭管了 交给我了 你们忙 我就走了 走了 你不管 交给我啊 你们忙了 谢谢了啊亲家 那你送送去 去送送去送送 哪天过来吃饭啊 好的 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而且我也交给医院人事部了 我打个报告要你 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真的呀 谢谢你啊护士长 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不过呀 具体的手续呢比较复杂 你要就算先戒掉 然后再让你的潘老师 给你活动活动 具体的手续慢慢来 好不好 好好好 毛豆豆 能进我们干部病房来上班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我知道 好 你知道就好 我一定好好表现 好 我相信你 潘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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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成功了 医院要我了 还是干部病房 你太牛了 我就是说嘛 护士长啊 这点辩子是会给我的 真 真是没想到 您真厉害 不不不不 要是牛啊 咱可不敢当啊 但是咱待着时辰 在这医院里边 还真能搞定好多事 说白了 咱人缘好 人缘好 看出来了 那个我回头跟我爸妈说 然后我让我爸妈 收了一桌子好菜 请你们吃 一定一定啊 不不不不 这是这 自己人可不能弄这事 那我表示一下感谢嘛 不不不不 豆豆食指 你在这好好干嘛 有啥事啊 你给我打个招呼 有我的 行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给您丢脸的 工作问题解决了 我这心里边特别踏实 我这心一下就搁肚子里边了 你说这农村人怎么这么了不起啊 原来我一直觉得 咱找一个农村儿媳妇 天天她们得麻烦咱们 现在你就反过来了 你能别老农村人长农村人短的吗 人帮你这么大忙 你还这么说 回头多不合适啊 行行行行 我哪儿说了 我以后就说农村人伟大 说不说 气你真是的 我跟 我跟天天爸爸说了 说到时候上我们家来吃饭啊 对 我也说了 总得做八个菜一个汤吧 到时候我帮你吧 你给我拉一个单子看做什么 好好好啊 我想到时候再当着她爸妈妈 给那个美丽一个红包 行吗 总得谢谢人家呀 再说你还没转正呢 今后转正的时候 可能还得让潘家爸爸 再找找人生 不用 我好好表现一定能转正的 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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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你上黎秀那儿去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我就是想去看看她 她刚回国 哎 想想她呀 真是 儿子年轻轻的走了 打击更大 这么一想啊 我曹熹梅还真不算最可怜的人 我现在一门心思啊 就是等着杨淑的母秀好 到时候办个仪式 把她骨灰入土为安了 到时候帮我盯着点啊 我那名字得起成红色呢 哎 对了 你别忘了问问毛豆豆 余红水给的那个叫白包什么的 还给人家没有 别到时候以为我拿了这钱了 我可不要啊 大叔 坚决不要 好好 我知道了 你赶快睡吧啊 我这回那么一刹一风水呗 见老 就这儿这儿 包括这脖子可真是老了 哎呀 妈 你别再想那么多了 你再想 那也是别人的老公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睡吧 一想他们俩在一块 我心里就别扭 哎 不过 杨淑对我还真不错 你看她正牌她没别的女人呢 后来就我一个 我这么一想吧 我觉得也值了 好了啊 你别说了啊 赶快睡吧 我约了出版社的同事 我呀休假也快到期了 等我上班之后啊 你们都看不着我了 省得在你们眼前晃来晃去的 让你们烦 看见我跟看见鬼似的 好了 你休息吧 好吧 好像可以 你老婆 那你老婆 你老婆 想到你老婆 你老婆 你老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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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跟妈说了 没有没有 哥 这么大事我可不敢跟妈说的 而且昨天晚上 妈她还跟我唠叨来着 她说她想跟杨叔叔葬在一起的事 你说她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呢 那女孩不会去哪儿啊 这样 先到妈园里单位看一下 好吧 师父 妈 您快点 谢谢 您好 张姐 一位一号 你们今天怎么来了 不是 那是我找我妈来了 那个张姐 我妈今天到这儿来呢 没看见 张阿姨 我妈到您家去没有啊 没有啊 没事没事 我就问一下我妈在那儿 好了 谢谢您啊 给那个什么赵姨姨 老赵 您是老赵姨姨 赵姨姨姨 你给这些 你给这些她们家咋的吗 你给这个 徐叔叔她们家咋的 去 去他们家 去他们家 赵叔叔 赵阿姨在家吗 我不是 我问您一下 我妈有没有到您家去 没事没事 就没事 我就找着我妈 好了 谢谢您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请我再打一个 我妈曾经有什么标不是 不是 以后你给他下去了 你 有这点 就有妈同道菜来找找的 是 妈 妈 喂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 你俩怎么跑哪儿去啊 这我们哪儿都找不着 不是 您到江南新老师 打个电话呀 在这儿 你快看这儿吧 你姐姐姐姐姐 快姐姐姐姐 我不愿意住在别人家了 我得上这儿住 我得跟我儿子 儿媳妇一块住了 不说话呀 不欢迎啊 不是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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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欢迎 就盼着您来住呢 欢迎也不必 都是自己家人 你随意就行 那妈 妈您那你随意 随意 妈 你真的要搬到这儿啊 为什么呀 怎么了 我老了 我需要人照顾 跟我儿子儿媳妇一块住 怎么着不行 不是不是 我是说你看你一个人 拿那么多行李 你这颈椎又不好 你说你这是 我住哪间呀 这 这 你赶紧拾着拾着吧 我头晕 我 我得眯会儿 妈 你真的要搬到这儿住啊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不行啊 不是不是 我是说你看你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 你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啊你这 你当女儿子你怎么这么心眼黑啊 你让我有什么事盼着 不是 我是说 妈你 不是不是你这问来问去的 可是妈 行了 别问了我不想说话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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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喂 姚姚 你说我妈 是不是知道杨树叔那事儿 哎呦 你嘘嘘 小小事儿 不是不是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说儿 假如说我妈要是知道了 要是吵你犯冲 就我妈这脾气 你让让她行吗 行 行 我求求你啊 来 哥 妈是不是知道杨树叔的事儿 行行行 我刚跟你嫂子还说这事儿 我说这要知道 来 喂 妈妈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你哭什么呀 妈 妈 你哭什么呀 杨树这个死鬼呀 哎 您死了死了给我找麻烦呀 本来是指望着 到阴间有个人做个办呀 哎 哎 你现在全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哎 哎 我怎么这么倒霉 你们不会都知道这事吧 都知道你不跟我提前说 不让我提前有个准备 你当时跟我说好了呀 我提前有个准备呀 我能受这么大死吗 王主 谁怕你心里难受 我接受不了 你是不是我儿子呀 妈 妈 你别受信心 我吃力啥味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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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力啥味 你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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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开一点 妈 你想开一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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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河 你们欺负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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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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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没行 怎么样 带到门那儿的 出来了 睡着了 余晓那儿陪着呢 你说你真是的 她怎么会知道的啊 你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当初 早点告诉她呢 烧在这儿 把我们全骂了一通 那 杨树叔叔 写的那遗嘱有底稿啊 有底稿 这 这个也有底稿啊 那 那她怎么看到的呀 翻腾呗 一翻腾不就翻腾出来了吗 下午我可得上班了 行 我就刚开始上班 老秦家不好 你跟余晓在家陪着她 行 我做完饭就得走 你手脚快点 嗯 你们俩来了 逗逗呢 那逗逗 不是在医院找着一个工作吗 我就让她上班去了 我妈都这样了还去上班 太小了 不是 你能不挑吗 我挑什么了 不是 那你不上班干吗去啊 你说妈都这样了 她上什么班呀她 你在家不能照顾她 我照顾妈能理她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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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不在也好 正合适 我想跟你们俩 单独商量点试试 什么事 妈 您说吧 这从杨树那墓地回来了 有点满脑子都是那个 哪个呀 我就想知道啊 余虹水 百年之后她想跟谁葬了一块儿 余伟 你去问问 妈 我怎么问呢 我爸现在活得好好的 余虹 余豪你问呢 我不问 不是 你怎么就不能问呢 我不跟余虹水说话呢 你不能跟余虹水说话 你不能跟余虹水说话 人家父子俩都捏过好了 人家提前都 我一人不知道 算我一人 你怎么就不能问呢 不 不是 妈 您看哈 就是吧 杨树叔叔 杨树叔叔呢 他跟他那个前妻 为什么葬到一块儿呢 就是他前妻故事之后啊 他就想好了 就把杯就立上了 我爸 我爸现在活得好好的 是吧 你完了跟我姚婧阿姨 是又组合一个家庭 我姚婧阿姨现在挺年轻的 他一时半会儿一 你不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我是 这什么事什么事 我都赶上了 就赖杨树叔也死鬼 我跟你说 太不仗义了这是 你 你跟你前妻葬得一块儿 你没关系 你先跟我说一声啊 你让我有个准备啊 你这冷不定的这么一次去 跟你说亏得我坚强 要不死的都死了 妈你别别别老死死的 谁不死 谁都有这一天 你们就这么想 你说将来余洪水 这半年之后 你们得给他立碑吧 对不对 杨一帆现在立这碑是 死杨一帆敬立 这边是杨树 这边是前老婆 将来余洪水这碑也得是这样啊 余洪水之墓完了是 她的死 子于为 女于好 余洪水旁边这 姚静 她是你们亲妈妈 她凭什么在这墓上 让你们给她立碑 我亲生的我都 你说我往哪儿放 到最后我就是一个孤魂野鬼 我这人的名才真是惨透了 白眼年生了一儿一女 都不如她 她这半路的 你不得问问她妈 你不得问问她妈 不是妈妈 行了 妈 行了 妈 我问你 我问你 妈 妈 美丽 忙呢 来了 怎么样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还行 姐 你听说你婆婆的事了 你看 俺有啥能帮上忙的 谢谢美丽 不用了 反正你婆婆现在啊 就是特别时期 你就记着 百依百顺 你这是干嘛 下班了 我请了个假 早点回去陪陪她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 正好我也去看看你婆婆 娘 那俺给孟风打电话 跟你一起去呗 你别去了 去这么多人 到时候她婆婆又多想 多想都不会 就是你这儿不还做着生意吗 别耽误你做生意 改天再去好了 没事 俺不差这半天 正好俺爹 给俺准备了那个盆景 俺给曹婆婆带去 俺这就给孟风打电话 那行 谢谢啊 美丽 去这么多人 你婆婆真的没事 没事啊 人多热闹啊 他就喜欢人多 觉得大家都重视他 好 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让他跟我们一块 可不可以 让他跟咱们一块 这老头不知道 在那忙什么呢 曹阿姨 俺爹送的这个假衫啊 你不用咋痒 没事浇点水就行 等闷的时候看看 好了 谢谢谢谢啊 谢谢你 曹阿姨 什么事情它都会过去的 等您心情舒坦一点的时候呢 欢迎来我们文化馆 保证让您什么烦恼都没有 就两个字 开心 我可以教您别魔术的 魔术 阿姨 不是 你 你说现在这时我 开心不可能的 做人当然要开心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你说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 你帮我把这个拿过去的 来来来 不是 快你帮我一下呀 这孩子不会说话 快快快 千万别搭理他 您拿着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本来呢 是想让痘痘给你送来的 痘痘跟我们说 还是让我们自己给你送来 还真太客气了 你瞧我们呀 也不会这么安慰人 想开一点 其实人活是不求 这么回事嘛 是不是 反正你要是觉得闷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咱们说说话 聊聊天 出去散散心什么的 我现在就在美丽她们那店里面 给她帮忙呢 时间挺灵活的 说出来就能出来 行 行 找人说说话 岔一下就过去了 我们也跟痘痘说了 让她对你啊 百依百顺 不必不必 不是